威斯康辛州从22日开始 患有部分疾病的16岁及以上的人群将有资格获得疫苗 该列表包括20种疾病 例如哮喘、癌症、心脏病、肥胖症、肝病 一型和二型糖尿病以及怀孕等等 这些病人如果得到了新冠病毒 将会加重病情甚至死亡 全州大约有200万人患有这些疾病 官员警告说 每个医疗小组都需要根据个人病情的严重程度、年龄、所处 对注射的人进行优先排序 威斯康辛州州长托尼·埃福斯表示 这样的注射方法可以更快地让人员接种 并且让全州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方式 数周以来 纽约州州长、民主党人古墨 应多向性骚扰指控和疫情瞒报事件 而遭到舆论严厉平击 不过 一向最新民调显示 尽管古墨丑闻缠身 但多数纽约州选民不支持古墨立即辞职 民意调查显示 50%接受调查者认为 古墨不应该立即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 这些选民们认为 他可以继续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责 有35%接受调查者认为 古墨应该立即辞职 分析指出 多数选民不支持古墨立即辞职 并不意味着多数纽约州选民认为古墨没有犯罪或没有犯错错误 根据这份民调 至少有35%的受访者认为 古墨有性骚扰行为 预定4月中旬重启的洛杉矶联合学区 最新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约有一半的学生不会返校学习 身为全国第二大学校系统的LAUSD 针对46万5千名幼儿园到12年级的家庭进行返校意愿调查 虽然迄今仅有10%的家长完成了填写 但在这早期结果里 有51%的受访者选择面授网课的混合模式 就年级别来看 62%的小学生选择重返 初中生选择返校轻受者 约占44% 高中生选择返校学习者 为33%受新创打击较深的家长 较不愿意将孩子送回 特别是小学阶段 而在新冠死亡率较低 疫苗接种率较高的新洛杉矶区 则有77%的学生选择返校 其中88%皆为小学生 官员认为 影响不同年龄的学童返校学习 意愿差异的原因包括 远距离学习 对年幼孩童更加困难 提供托儿服务 并允许父母重返工作的需求更加迫切 同时 学区对年纪较小的学习者提供的课程 更类似于传统学习模式 小学生在周一至周五 可在校进行三小时的亲授课程 三小时之外还有额外指导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的学习 皆可完整进行 加州州长纽森此前宣布 从4月1日开始 加州的主题公园可以重新开放游乐设施 但公园游客容量不得超过15% 作为重开的预热环节 好莱坞环球影城 目前已经开放了全新的 Taste of Universal活动 游客可购票入园用餐购物 在自己喜爱的建筑标志下打卡拍照 新建的爱宠 大机密礼品店和小华人咖啡馆 都会在这次活动中首次亮相 和其他经典园区 哈里波特主题 辛普森一家主题的园区 也一起向公众开放 为了保障安全 园内设置了专门的就餐区 而且规定每张桌子不得超过6人 每张票都包括入园资格和5种自选餐食 如需额外点餐 游客需要另行付费购买 这一活动将进行至4月11日 只能通过在线购票 目前大部分日期门票已经售薪 只剩4月前两个周末依然有票